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人生会有风浪 有的时候的确是上帝安排了一些试验在我们的生命中 那都是有意义的 但有一点我们更需要牢记 那就是当我们信靠上帝就能胜过所有的试验 今天这一章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的试验和处境 也会认识厄陀涅 以户和山家这三位试诗 让我们一起来读《试诗记》第三章 《试诗记》第三章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 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 好叫以色列的后代 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 所留下的就是非力士的五个首领 和一切迦南人 西顿人 并驻黎巴嫩山的西卫人 从巴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 留下这几族 为要试验以色列人 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 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 以色列人 竟住在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西卫人 耶布斯人中间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并侍奉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 美索不达米亚王 古山利萨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 兴起一位拯救者 救他们 就是迦勒兄弟 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事实 出去征战 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 古山利萨田 交在他手中 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 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死了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使摩亚王 伊基伦强胜 攻击以色列人 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 去攻打以色列人 占据宗述城 于是以色列人 服侍摩亚王伊基伦十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 兴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汴亚敏人 基拉的儿子伊户 他是左手便利的 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 给磨亚王伊基伦 伊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 长一肘 戴在右腿上 衣服里面 他将礼物献给磨亚王伊基伦 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 伊户献完礼物 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 自己却从靠近几甲 凿石之地回来 说王啊 我有一件机密事 奏告你 王说 回避吧 于是左右势力的人 都退去了 伊户来到王面前 王独自一人 坐在梁楼上 伊户说 我奉神的命 报告你一件事 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伊户便伸左手 从右腿上拔出剑来 刺入王的肚腹 连剑把都刺进去了 剑被肥肉夹住 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 且穿通了后身 伊户就出到游廊 将楼门进都关锁 伊户出来之后 王的仆人到了 看见楼门关锁 就说 他必是在楼上大姐 他们等凡了 见人不开楼门 就拿钥匙开了 不料 他们的主人已死 倒在地上 他们单眼的时候 以户就逃跑了 经过凿石之地 逃到西伊拉 到了 就在以法连山地吹脚 以色列人 随着他下了山地 他在前头引路 对他们说 你们随我来 因为耶和华 已经把你们的仇敌 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摩押一人过去 那时击杀了摩押人 约有一万 都是强壮的勇士 没有一人逃脱 这样 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国中太平八十年 以户之后 尤雅拿的儿子山家 他用赶牛的棍子 打死六百费力士人 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感谢神 圣经说 当以色列人呼求 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 兴起一位拯救者 在那段动荡的时代中 虽然以色列人犯了错 让自己身陷在苦难里 但神依然愿意 伸出他慈爱的手 来拯救他们 亲爱的朋友 让神也成为你黑暗中的 那一道光好吗 相信当你呼求神的时候 他不会先问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也不会说 这是你的错与我无关 他会伸出强而有力的手 并且兴起环境来帮助你 引领你走出那一段黑暗 我们亲爱的告 亲爱的爵苏 遭遇苦难的时候 有时我会软弱 但我要信靠你 求你大能的手 在每个黑暗的时刻 成为我的帮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愿神的话语 成为你黑暗中的光 让你看见他信实的爱 和永恒的盼望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